今天我们来看一台 你逛街开出去满街瞩目 过年开回家 全部人以为你功成名就的新车 Lexus LC 500 而且这个是开封版本特别帅 马来西亚售价超过 130 万令吉 Lexus LC 500 是一款采用GAL 后驱大行车平台打到的新车 这个平台有什么特别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重心非常非常的低 因此营造出了这个大型TD跑车独一无二的视觉感受 在这头可以看到极具科技感的三眼式LED头灯组 道沟式的热街行车灯 还有Lexus 家族的 Sprinter Grill 水箱护照 前面的识别度非常的强烈 而且再看一下这个轮圈 这个轮圈真的非常符合这个大型GT跑车的气势 21 处轮圈 而且单价超过 200,000 令吉 这一列轮圈的价格 可能比你一整年下来的花红还要高 开启尾箱的方法呢 原厂做了小心思 为了保持这个一体性呢 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小的按键 就在这里 按下去 就可以打开这个GT跑车的车尾箱 有这个油压顶感 但是这个尾箱的空间非常的小 不过也合理啦 买这样子车子的人 谁会去载东西呢 所以在门把方面 隐藏式的门把 不仅帅气 而且可以加强这个车辆的风足系数 你以为这种隐藏式的门把只有Tesla 有吗 Lexus 早都有了 坐在这个内装里面 你会觉得 Lexus 的这个工艺 真的是讲究到极致 它除了用上很高档很高档的皮革之外呢 它的这个车辆的骨架啦 然后它的这个门板啊 都用上了大量的碳纤维材质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很强烈的运动感 但是在这个运动感中呢 又不失这个Lexus 一贯的低调奢华的感觉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内装设计的 尤其是这个电子的排挡杆 我觉得这个电子排挡杆真的是 Lexus 所有车款里面 设计最美的那个 不过这台车还是有点小小的不足啦 例如说 这个触屏主机其实是不支援触控的 你只可以通过这个触控面板来控制 而且这个触控面板的使用逻辑也不是太好 除此之外呢 你要讲这台车 其他的这一个缺点就 基本上 真的挑不出它有什么毛病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原自Lexus LFA的仪表 这个仪表可以根据你的控制的话来进行左右移动 非常非常的有科技感 数位化仪表在目前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这个设计呢是其他人都取代不了的 买开篷跑车要做什么 当然就是开篷啦 它的开篷按键就隐藏在这里 而且它整个开篷动作只需要15秒而已 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开这台车出门 把这个顶棚一开 你就是整条街 最亮的载 这台跑车的内装 除了可以开篷 除了内装质感非常好之外 它还配备了Mark Levinson 的 音响系统 在这边后面 就有一个 Mark Levinson 的Subwoofer 给你绝佳的听觉享受 如果你喜欢听歌的话 这台车绝对可以满足你 虽然说这具引擎没有涡轮这样引擎那么开起来的暴力感 但是它非常的柔顺 非常的舒服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471HP 峰值扭力540Nm 匹配的是 时速的自排变速箱 世界上的造车企业那么多 谁有时速自排的技术呢 全世界只有三家 Lexus Ford 以及 Honda 它的0-100加速是4.9秒 如果以一台跑车来说你可能觉得这个数据没有什么亮眼 实际上 这台车根本卖的不是加速 而是整体的驾驭感受以及舒适性 既然我们已经开到跑车了 那么去试驾一圈吧 Lexus LC 500 这一款车虽然说它是一款GT跑车 但是这款车实际上给予你的还是跟Lexus以往给予你的一样 就是舒适性 虽然说它的引擎深浪很性感 虽然说它整体外观设计很运动化 但是不管是它的悬吊还是引擎设定都是非常的舒适 尤其是悬吊 目前就算我们是在这个Sport S Plus的模式下 它的悬吊设定还是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舒服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Lexus Park City的一个住宅区里慢慢行驶 时速大概是30左右 大家如果常来的话其实都可以知道它的这一个路况其实并不是很美 所以一般上车子的弹跳会比较明显 但是在这个Lexus 的 LC 500 上面它的设定真的是完全的家庭车 但是如果你需要热血的话 悬吊还是同样的可以给到你这个支撑性以及 很不错的车梯刚性 至于这个V8 的自然进行引擎 感觉就是 Perfect 虽然它不像涡轮引擎一样动力非常的激进 但是它在你需要柔顺驾驶的时候可以给到你柔顺驾驶的舒适感 在你需要热血加速的时候它也可以给到你不错的加速性 毕竟这个排气量就在这里了 这一个引擎表现 自然是不差 如果你没有这款车跟其他的德系跑车有什么不一样 我可以告诉你说 这款车真的是一款很日系的豪华跑车 它并不是一昧的追求出色的驾驶感受跟出色的动力 而是给予你非常均衡的表现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试过这款车之后都会被它的这个独特的日系风格所吸引 这个就是我对它的简短评语 因为我觉得 再多的言论去形容它都比不上你深圳去体验一下这款车给予你的感受 一般上来讲 跑车的设定根本都不可能是这样的 这台车真的是让我很surprise 尤其是 这个是一个可以日常驾驶的跑车 它的悬吊设定真的是舒服到一个程度 而且在你需要运动化的时候 它的那个表现真的是会让你很惊艳 就算你的 弯道表现高速进弯的好 它还是可以给予很不错的支撑性 我只能说 Lexus 是我们熟悉的Lexus 它能运动但是它给你的运动是可以让你日常的运动 而不是像一些车款这样 追求极致运动化 这个极致运动化 虽然说它可以给你很好的驾驶感受 但是对你一般日常的行驶的话 这个表现就差得非常的圆了 真的是没有开过Lexus的GT跑车 你真的是不会想象到原来跑车也可以这样舒适 但是却不失它的运动性 我只可以讲完美 怎样 过年开这台车回家 是不是可以让你成为众人的焦点 这个感觉很爽是不是 但是在这边要告诉各位的是 不管过年你是开什么车回家 最重要的是 平安到家最重要 在这里我们又跟大家拜个年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最重要的是记得 按赞订阅 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